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爱上自己的当下 爱上自己已经有的东西 无论当下你有什么都可以爱上他 你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 你才能努力向前呢 你天天讨厌自己的当下 讨厌自己的名字 讨厌自己的家庭 讨厌自己的爱人 讨厌自己的性格 你每天讨厌自己 你怎么进步 你怎么快乐的生活呀 就是你没有爱上自己的当下 你没有给他赋予意义和价值嘛 名字也好 其他的也好 我们自己当下的性格也好 他都有好的一面呢 没人爱我们 我们还不自己爱自己一点 所以你要学会爱上自己当下所拥有的 你拥有什么你都要去爱上他